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情况 情绪来的时候 会拿美工刀 划手 看到雪就觉得心情好多了 前前后后双口 夹起来自残一百多刀 知情疤痕都还清晰可见 后来宇兰痛苦的忍不住反抗 顺痴大吼 你到底了不了解我 才让父母发现他的状况不佳 之后父母伴 他到医院就诊 并诊断出 是罹患中度忧郁症 于兰表示 后来转学改变环境 才逐渐走出痛苦 他认为的忧郁症 不是自卑的事情 现在如有粉丝寻求帮助 他也会告诉他们如何面对 宇兰过去曾离患中度忧郁症 翻设自允然脸书 宇兰学生时期 遭老师霸凌 翻设自允然脸书 宇兰 近日曾于戏剧拍摄 翻设自允然脸书 自由电子报关心 您自杀不能解决问题 勇敢求救并非弱者 社会处处有温暖 一定能度过难关